煮料,一粉100克,素粉100克,黄油100克,土料,熟蛋黄两个,糖粉60克,盐一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煮两个谁煮的,需要蛋黄,把蛋黄放在沙网上,用手指按压,试蛋黄通过沙网,成为蛋黄细末,黄油软化以后,加入糖粉和盐,用炸蛋器打发, 要体积稍微蓬打,颜色稍变淺,成红松状,加入蛋黄绒,搅拌均匀,一剂面粉加玉米淀粉过沙,加入大发好的黄油,用手揉成面团,用保鲜袋装好,放入冰箱冷藏60分钟,取一小块,揉成小圆球,将小圆球放在烤盘上,用大拇指按点,按点的时候,饼干会出现自然的裂纹, 烤箱170度预热,并干排放在烤盘里,放入烤箱中层,170度,20分钟,边缘稍微焦黄即可,烹饪技巧,冷藏后的面团更为干净,用拇指按的时候,更容易绽放出漂亮的裂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